中南美地区上任以来 中南美地区已经访问了七个国家 他跟每个国家的元首都很清楚的说明 告诉他以后我们的合作计划 都是需要专业化 透明化 而且建立监督机制 让对方元首清楚的知道 以后的合作是这么办的 那么这样子的做法 也许以前在修兵 外交修兵以前 这种做法可能非常危险 可能会让对方不能接受 而影响到邦交 那么现在在修兵的情况之下 确实邦交国也知道 两岸修兵了 所以他必须配合尊重我们的新的 外交作为跟合作方案的执行原则等等 所以这个我想确实是 外交修兵有在双边关系上的正常化这一方面 发生相当大的正面的影响 成果出现显现出来这些成果 确实是 那回来以后有没有听到我们住在国的这个大使说 马总统走了以后有他们每个国家内部有抱怨说 我们要的东西都没有要到 或者说台湾推行所谓的活路外交 让我们的实质利益减少了 目前没有这种私底下的抱怨 倒是没有 不过我们确实也认真执行 他们提出来计划 我们也做评估 我们认为不可行的 我们一样退回去 请他重新评估 而且我们现在开始也是要他做有计划的 来运用我们的援助 而不是突然想起某一个计划 就向我们提出来 以前他突发奇想来要求我们 我们也要想办法应付 现在我们确实可以比较在援助方面正常化